曹操熟读兵书,精通行军打仗。曹操善于用人,很多的军事人才和谋臣为他所用。曹操善待老百姓,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。曹操重视农业,在他的带领下国泰民安。 总之,曹操在三国中是一个十分厉害的角色,但是这个本该完美的角色,却在他的一生中犯了五大错,错睡一人,错杀一人,错留一人,错戏一人,错放一人。 公元197年,曹操与张秀打了一架。按理说,曹操拥有着精兵强将,张秀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 只是张秀早已经投靠到了曹操的门下,又是突然发起了攻击,这才导致了曹操兵败如山道。 这次兵败曹操损失惨重,不仅失去了大将典围,连自己的长仔曹昂也被张秀所杀,曹操也差点交代在了那里。 那么张秀已经投靠了曹操,为何最后又反了呢? 这一切都源于一个女人,邹氏。 公元197年,曹操率军讨伐张秀,张秀知道自己无力抵抗,直接选择了投降。 不费一兵一卒就拿下了张秀,曹操十分高兴,当晚举行了盛宴款待了一众手下。 酒足饭饱了以后,曹操有点飘飘欲鲜,这时候就对手下的人说,自己今晚兴致颇高,想找一个女子侍奉。 这时候曹操身边的人说道,进城时看到一位美丽的少妇,这个人叫邹氏,只不过这个人是张秀的沈娘。 听到是张秀的沈娘,曹操并不在意,因为张秀都被她收服了,何惧她的沈娘呢? 于是,在下人的安排下,曹操把邹氏给睡了。 第二天,这件事就传到了张秀的耳中,张秀这个人为人不怎么样,但是对族里的长辈可是尊敬有加。 听说自己的沈娘被曹操睡了,这可是丑事一桩,顿时火冒三丈,这让她以后怎么再组离婚。 张秀因此动了杀心。 不久后,晚城之战爆发,张秀突然造反,打得曹操措手不及。 在逃跑的过程中,曹操的马匹被弓箭射杀。 这时候,张宰曹昂把自己的马匹给了曹操,这才保住了一条老命。 只可惜,曹昂却被张秀所杀。 事后,曹操异常后悔。 如果没有错睡走势,大将点为,儿子曹昂等人都不会死。 每次提到华佗都会想到曹操,毕竟,华佗是被曹操所杀。 这也是多年来,曹操被人诟病的一件事。 如果曹操没有杀死华佗,那么华佗的医术就会流传下来,可谓是造福万代。 按理说,曹操是当权者,华佗多次违反自己的意愿,应该杀。 再加上华佗给曹操看病时,说要做开颅手术。 对于这种手术,即使是放在现在的医疗水平,也不敢轻易地去做。 更别说当时了。 所以说,很多人认为华佗的开颅手术其实只是一个幌子,他的真实意图就是杀死曹操。 而曹操又是疑心很重的人。 所以,当他听说华佗要做开颅手术时,认为这是华佗要谋害的。 因此才杀了华佗。 但是,到了晚年以后,曹操却非常后悔杀了华佗。 尤其是最疼爱的儿子曹操弥留之际,曹操就后悔当初杀了华佗。 如果当时华佗在世的话,说不准就能救活曹操。 我们常说,身边有危害就要尽早地除之,以免带来祸患。 然而,曹操如此精明之人,他却对身边的一个祸患一直留着。 这也导致了曹魏的江山成为了别人的。 这个祸患就是司马懿。 曹操在世时,就知道司马懿有谋反之心,但是他却看中司马懿的才能,一直舍不得杀。 为了防止司马懿谋反,他去世前警告儿子曹丕,一定要小心司马懿。 只可惜,曹操之后,他的儿子都很短命,又加上司马懿又太能活。 以至于曹操留下的这个祸患,最终颠覆了魏国。 曹操多疑的性格,让他不敢轻信任何一个人,但是唯独对黄盖十分信任。 这主要和一个典故有关,周瑜打黄盖。 赤壁之战中,刘备和孙权联盟抗击曹操。 曹操的士兵都是北方人不晒水战。 于是,曹操就把战船全部用铁锁连在一起,这样就如履平地。 面对曹操的大军,周瑜提出用火攻的建议。 但是火攻需要有人靠近曹操的船只放火,而曹操又多疑。 于是,周瑜就想到了毒打黄盖的办法,让黄盖诈降。 结果,被毒打一顿的黄盖向曹操提出归降的一项。 曹操想都没有想就答应了。 后来,黄盖乘坐装满火油的船驶向曹操的战船, 在没有任何防备之下,被点燃的船只顺势烧着了曹操的战船。 由于战船用铁锁连着,短时间内根本就分不开。 最终,曹操因为错信了黄盖,在赤壁之战中大败而归。 有人说,如果当初曹操没有放掉刘备,而是杀了。 那么曹操南下时,就不会出现什么孙权和刘备的联盟。 曹操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拿下天下,坐上皇帝的宝座。 其实这也是后话,毕竟谁也没有想到,刘备会在后来中发展得如此厉害。 按照当时的情况,曹操放了刘备是力大于弊。 首先,当时强者林立,有袁术,袁绍这样的强敌。 刘备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实力,只有刘关张三人和少量的兵马。 在当时看来,刘备根本就没有资格争抢天下。 对于这样的一个人,曹操根本就不会动手杀了他。 有加上,那时候的曹操正在收拢人才,如果杀了刘备,就会毁了他的威名。 而且刘备素来有贤名,又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,杀了他,有可能会失了人心。 所以曹操思来想去,还是放了刘备。 当然了,如果按照三族鼎立成行以后来说, 当初曹操放了刘备,确实是放错了人。 如果曹操把以上五大措施全做对了, 那么,对于他的江山以及三国历史都有可能改写。 尤其是错放的刘备,错信的黄盖,错留的司马懿。 每一件事都可以改变曹魏的江山。 只可惜,人无完人。 即使是三国枭雄曹操,也有不完美的一面。 对此,你怎么看呢?